我是2013年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二期 当时说只有40%的存活率 这个项目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我当时并没有想去拍摄乳腺癌幸存者 之所以有这个项目 是因为我当时想找一个成年芭蕾舞者来拍照 作为我的作品档案 有人把麦奇介绍给我 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光头芭蕾舞者 他在23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第四期 我和他见面时 我问可不可以给他拍照 不是作为芭蕾舞者 而是一个患有乳腺癌的漂亮女孩 我和妇女一起工作 帮助和指导妇女度过这段难关 帮助她们了解药物的问题 当她们有问题时 我想也许我可以改善她们的生活 同时你知道 当我回头看这些照片时 我可以发现自己走过路有多长 有些妇女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化妆了 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照顾自己了 我遇见很多妇女 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不禁流下眼泪 因为她们无法相信我把她们画得这么漂亮 我希望把她们拍成是完整的妇女 而不是她们眼中的自己 所以我不想拍伤疤 不要任何残缺 而是要她们看到自己有多美 这点很重要 因为在你经历了这段可怕的历程和治疗后 你不会觉得自己漂亮 你的身体经历了很多 感情上 心理上也经历了很多 那些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 是不美好的 所以当你达到现在这个阶段 你会觉得自己又成了一个女人 你觉得很美 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使命 你感觉很漂亮 你感觉你已经成为了这个任务